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爱洋 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爱洋虚无战第十集 哦 原来这里这么详细的介绍了物品的合成方法 这就好办多了 原来这个鹤铁啊 可以和蓝宝石一起合成装备的呀 名字还叫做敏捷护腿 下面还有好多 原来可以合成那么多东西 讲见识了 还能和钻石合成套装 原来这才叫做鹤铁套啊 可惜了 现在并没有钻石 看来还是得找时间继续挖矿才行 不过既然知道了 可以查看物品的合成内容 那么之后的冒险目标就更加清晰了 但是问题来了 现在我们还是没有足够的矿石合成两套房具 这可咋办呢 不是 还有铁矿可以用吗 哦 对了 差点忘了可以做铁套 哎 小野 你身上还有铁矿石吗 我这没几个了 当然有啦 上次挖矿挖了一组多呢 都给你 OK 那就暂时能用铁套装保护一下自己了 先把这些铁矿石放进人物里面慢慢烧着再说 哎呀 我们是不是该去打打脸找点吃的啦 自从来到虚无世界就没有吃过东西 呃 好像还真是 那我看看已经练好多少铁了 才十个 这效率确实低了点 算了 全部收好之前也不能在这干等着 呃 就简单做几件装备将就一下 这个二十三个铁光应该只能做两双鞋子和两点帽子吧 那就先做这些 小月 给你 你先穿上 嗯 你这也太寒酸了吧 哎 这你就不懂了吧 有句话叫做脚冷半身寒 这么一个脚啊对身体的保护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先穿好鞋子肯定没有问题 再说了 我们还有头盔呢 已经做到有头有尾了 嘿嘿 可以啊 忽悠起来一套一套的 我差点就新了 我说的是句句属实 从来不险人呢 好了 赶紧出发找吃的 我去 什么鬼 别别别别 兄弟 我们有话好商量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我先溜了哈 我还能说啥呀 这还让不让你出门了 我才刚出门啊 哥哥们 唉 不说了 哈哈哈 被大家欺负了吧 你还好意思笑我 我差点就被打成肉饼了 唉 是我们该怎么出去啊 这群家伙堵在我们家门口不走了 你看 一个个胡视眈眈的 哎 有了 看下我们从另一边挖出去吧 我记得这里也是个水塘来着 哎 你看 从这就可以出去了吧 那些傻傻的怪啊 绝对想不到我们就这样 从这里偷偷溜走了 嗯 看了那句 上帝关上一扇门 在同时为你打开一扇窗 还真有道理 吼 吓我一跳 原来是只小僵尸 我差点以为又有怪在这里 等着我们 一击必病 这合体剑还挺好用的嘛 那是当然 十点攻击的 OK 现在我们就可以上去了 哎呀 这是什么鬼 也在这守着我们吗 别慌 我知道你对付他 只要挡住他的视线 他就不会主动攻击我们了 真的吗 信我没错 好吧 那我就先在这里放几个方块 把他围起来 然后 看我的 哇 直举分不对啊 搞什么鬼 这小伙传都攻击我了 完了 一定要关注转发哦